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国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疯狂购物日,黑色星期五狂潮来袭 二网络新星,脸书连接千万新 三一月革命,鲍勃,狄伦引游诗人之声 那魔,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疯狂购物日,黑色星期五狂潮来袭 各位亲爱的购物狂魔和节俭的理财大人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那个让人们的荷包紧张,却又让心情激动的日子,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这个狂潮的起源 黑色星期五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的费城 用来形容感恩节后第一个星期五,当时的交通拥堵和人潮汹涌 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了购物者的盛大节日 一个商家用来清空库存,顾客用来清空钱包的日子 这一天,商家会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折扣和促销活动 从电子产品到服装,从家具到玩具,应有尽有 价格又人倒让你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而消费者们,则像是受到了某种魔咒的趋势 不顾一切的冲进商场,为的就是抢当那个绝世好价 有趣的是,黑色星期五的狂热不仅限于实体店面 随着网购的兴起,这股狂潮也席卷了网络世界 人们可以穿着睡衣,一边戳饮热的可可,一边在网上点击购买 这种购物方式既舒适又危险,因为你甚至感觉不到钱包在瘦身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些疯狂的故事 有人为了抢购限量商品,凌晨就开始排队 甚至有人搭帐篷,守候在商店门前 当那扇门终于打开时,人群像是被释放的野兽 冲进商店,抢夺商品 这种场面,比电影中的动作场景还要尽心动魄 但是,黑色星期五并不总是充满欢笑 有时,它也会变成黑暗星期五 因为,人们在争夺商品时,失去理智,导致冲突甚至伤害事件发生 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打算加入这场狂潮 记得保持冷静,保护好自己,别让购物变成格斗 最后,不管你是冲锋在购物第一线的勇士 还是选择在家网购的智者,都要记得 黑色星期五虽然是个购物的好机会 但截至消费,理智购物才是王道 毕竟,没有什么比一个健康的银行余额更能让人睡得好绝的了 祝大家黑色星期五快乐,购得其所,不负荷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网络新星,脸书连接千万新 各位网络时代的游侠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曾经让你我为之疯狂 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你父母亲被热衷的社交平台 脸书,Facebook 在遥远的古代,也就是2004年 一位名叫马克,祖克伯的哈佛大学学生 用他的魔法,城市码,创造了一个名为在Facebook的神奇领域 起初,这个领域只对哈佛的学生开放 但很快,它就像一个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感染了全球数以亿计的凡人 脸书的魔力在于,它能够连接千万新 它让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重逢 分享生活点滴,点赞,评论,分享 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数字化村庄中互相串门子 你可以看到,你的小学同学现在尝试模样 你的远方亲戚最近去了哪里度假 甚至是你的老师年轻时候的尴尬照片 但是,脸书的故事并不都是玫瑰花和彩虹 随着它的成长,它也开始展现出一些黑暗面 隐私问题,假新闻,政治操纵 这些都成为了脸书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它从一个单纯的社交网站 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牵动住政治,经济,甚至是心理健康的多个层面 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脸书似乎也开始失去了年轻一代的心 它们转向了更闪亮,更快节奏的社交星球 比如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 这些星星让脸书看起来像是一位穿着过世服装的中年叔叔 努力地想要跟上潮流,但总是慢了半排 不过,别小看这位中年叔叔 他可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底蕴 脸书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平台 他还拥有强大的广告系统 精准的用户数据,以及一个庞大的虚拟经济 他可能不再是最酷的孩子 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交巨人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下次当你登陆脸书 不妨想想,你是不是也成为了那个连接千万新的网络新兴的一部分 或者,你已经在寻找下一个能让你的心跳加速的数字宇宙了呢 无论如何,脸书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数字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仍然是最降大的魔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音乐革命,鲍勃,狄伦吟忧诗人之声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时代的见证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堂课的学生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不仅改变了音乐界 甚至还颠覆了社会文化的传奇人物,鲍勃,狄伦,Bob Dylan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音乐是一场盛大的宴会 那么狄伦先生无疑是那位戴着吉他 戴着不合时宜的帽子 坐在角落里低音浅唱的引诱诗人 他的歌声可能不是罪悦的 但他的歌词却能够直进你的心灵深处 狄伦在1960年代初期开始崛起 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 他的音乐和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从名全运动到反战抗议 狄伦的歌曲成为了这些运动的非官方国歌 他的歌曲《Born in the Wind》和《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ed》 成为了时代的象征 而狄伦本人则成为了反文化的代言人 但是,各位,狄伦并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艺术家 他就像是一位音乐界的变色龙 总是在不断地进化和改变 当他在1965年电气化他的音乐时 许多名谣乐迷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想象一下那些穿着民族风衣服 手里拿出抗议标语的细皮士们 突然听到他们的偶像开始弹奏摇滚乐 那种震惊可不是盖的 但这种变化也证明了狄伦的音乐天赋和创新精神 狄伦的歌词充满了隐喻和象征 他的写作风格深受文学影响 从比特诗人到法国相职主义 再到圣经故事 他的歌词中充满了各种引用和暗示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6年 他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在音乐界是前所未有的荣誉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狄伦的幽默感 虽然他的歌曲经常带有严肃的社会评论 但他本人却有著一种幽默感 这种幽默感在他的访谈和公开露面中表露无一 他以一种几乎是吸血的方式回应媒体和批评家 有时候甚至是以谜一样的言谈来迷惑他们 这位引游诗人不仅用他的音乐 还用他的智慧和机制来挑战我们的思维 总之,鲍勃·狄伦不仅是一位音乐家 他是一位文化的巨人 一位时代的诗人 一位永远让我们猜不透的谜 他的音乐革命不仅仅是在旋律和节奏上的变化 更是在思想和文化上的一次大跃进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狄伦那独特的嗓音时 不妨试住深入他的歌词世界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宝藏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回顾了三个不同领域的故事 黑色星期五的购物疯狂 脸书的网络连接 以及鲍勃·狄伦的音乐革命 这些故事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影响力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黑色星期五是一个让人们疯狂的购物节日 但同时也是商家倾库存的好机会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理智购物 不要让购物变成格斗 这个节日提醒我们 截至消费才是王道 毕竟银行余额才是真正的安心枕头 其次,脸书是一个连接千万新的网络星星 但它也面临着隐私问题和其他挑战 脸书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数字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仍然是最强大的魔法 因此,无论是在脸书还是其他社交平台上 我们都应该善用这个魔法 将它用于正面的交流和连接 最后,鲍勃·狄伦是一位音乐界的传奇人物 他的音乐不仅改变了音乐界 也影响了社会文化 他的歌词深入人心 他的音乐革命跨越了时代 迪伦的故事提醒我们 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 它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 改变社会的观念 最后,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